经济部近日公布最新的电价调整方案 花年的旅宿业由于震灾过后又遇台风的影响 经济部在参考0403地震的灾后 电费优惠价拍板定案不予调涨 让旅宿业者直呼寒冬送暖 而业者也表示电费动涨可以减轻经营的压力 也期待对连外铁公路稳定有更积极的作为 经济部新版电价调整即将在10月16号开始实施 花林历经地震 台风打击 百攻戴心 目前花林旅宿平均住宿率不到两成 电费又占经营成本的13%到15% 业者经营的相当辛苦 还看不到复苏曙光 包括了餐厅业者纷纷表示 动涨确实是可以缓解目前经营的困境 电费也占到旅宿业的固定经营成本 大约百分之13%到15%左右 这个比例其实所占非常高 那当然花林旅馆今年经历0403地震 以及这个0723的台风之后 那当然目前我们平均住宿率 还是只有维持两成左右 迟迟没有见到复苏的曙光 所以在电费动场的部分 相信也是为了我们目前 经历久的压力和分摊的不效 这段时间就是大家都知道 说生意跟那个民宿都很难做 最后是多关系一点花林 电价跟那个最好是说 不要一起起起伏伏这样子 比较好 就固定它这样子 就是餐饮跟那个民宿业手 像是生存的比较下去 对 那什么东西用电量你觉得最多 就是冰箱啊 我们因为我们是做日式料理都冰箱啊 就它冰鱼啊冰菜啦 冷冻库啦 还有急速冷冻多啊 那个用电都比较大 业者也指出目前最大的问题 真是每逢大雨铁公路就断 游客担心预期的心理 导致了不敢进来花莲旅游 再加上下半年度没有廉价 这也让经营市雪上夹霜 希望交通部有更积极的作为 并推出更多补贴或者是政策 来帮助花莲的相关行业 记者花莲市综合报道